这里有报导说俄罗斯在5月9号的阅兵还要干 一共有1.1万士兵要参加 2022年5月9日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如期举行 但是给人感觉说如果这样干脸皮也太厚了 原因很简单 因为没有什么好阅 有人认为你要上这次阅兵只能是军校的学生上去 为什么呢 每年说第一个环节就是武装司令 要在前面开着个车在那里兜风 但是今年少一股现在人在那里都搞不清楚了 那谁坐在那里去兜风啊 只能是丁丁自己了 那现在出什么棋 出胜利棋 好意思还挂胜利棋 那你要出什么棋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每年的这个常规的这个操作是得有几个老牌的满载荣誉的部队接受丁丁的检阅 今年他们还好意思上上去吗 还有要不要脸 说想想吧 第76禁卫空降师第二天就在基辅机场被痛打 然后这个师挂在基辅北面欧威集群下面 被打的惨叫在那里 那么近卫第四师 第四坦克师 坎杰米罗夫卡师 是莫斯科的位数部队 在乌克兰北部被打的满地爪牙 装备打少了一半 一个团长还自杀 第105胜利棋 摩托化步兵师 这个师是当年把胜利棋插在德国国会大厦的步兵师 哎呀天的太有名了 他现在部署在马里乌波尔被打的超级惨 师长被乌军击毙了 尸体还被乌军抢走了 我觉得那个 这个 马里乌波尔那里的详细情况 我们现在是得不到信息 只是说他们很惨很惨是吧 乌克兰很惨很惨 但是就是打不服他 你说越是这样的宣传 一直越不给人家这个啊 长威风吗 你天天你在这里啊 就是什么真理第二频道 真理第二报纸 天天说人家很惨很惨 但是就是拿不下来 光荣的黑海舰队就更别提了 黑海舰队是荣誉舰队 四大舰队里面 唯一可以用光荣来修饰的舰队 可是旗舰莫斯科 被人家乌克兰两枚导弹干翻了 啊 这种 就是这种那个 啊 就是战斗的这个结果 这种状况 连美国人都想不到啊 美国这么大的军事啊 力量 这么多的军事啊 情报 他们都不敢做这样的预测 但是乌克兰人做到 最后是这个地面装备的部队 道尔通姑斯卡要开出来吗 啊 那还得要乌克兰拖拉机在前面 给他们拖着 是吧 因为这个 都已经被他们乌克兰农民给收缴了 T80BV T90M要开出来吗 现在还挂着反 反应装甲的应该都已经在前线了 总不能把不带 反暴装甲的库存的开出来受检阅 那也太丢人了 伊斯坎德尔这俩没事 是吧 但是到现在 在乌克兰没失守过 最后是俄罗斯的空天军 要挂铁炸弹出来吗 啊 那么米格35米格34 啊 苏35苏34都在乌克兰丢够了脸 Ka52这个还可以 居然被 虽然被击落过 但是表现还是算出色 虽便 只能说是他 虽然 虽然败了 虽败 尤容 有一说一 再买俄罗斯的装备 Ka52 还是可以考虑 啊 在乌克兰在战场上受到了实战的检验 无人机就算了啊 因为里面竟然塞着一个是 这完整的佳能照相机 啊 电路板全都是花香北造啊 啊 啊 要解说怎么说啊 所以说想了半天 只能上那个啊 军校的女学员方针啊 还在上点军乐队 让他们提提正部啊 因为每年喜闻乐见的 就是女军官方针 军校的女学员方针 啊 只能是这些个 让人兢兢乐道 这个大概就是 今年的 红场阅兵 立即有人对他说的这个进行的修正 最据说最新消息 女学员已经被 被派往乌克兰前线进行实习 好 这是我优管里面的一个名字 我这个微信呢 可以拉到那个 我建的一个家庭群 我们不谈实证 谢谢大家 点赞 打赏 转发 好